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逐步恢复部分的生意 其中允许美容院理发店提供 如果是客户不到25% 以前的25%的话 他们可以营业 但是shopping center现在还没有办法正式恢复营业的 在9月14号开始 罗汉基地区部分的学校项目 尤其是给这些残障儿童 这种从K1到12年期 这些学孩子的话 是可以回到学校里面去小班的辅导 所以现在基本上的话 我们罗汉基还是处于Purple 紫色就是说疫情非常严重 不过的说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很多生意已经说再不开门 我们没办法撑下去了 现在理发店可以的话 恢复25%的营业 但是参与的民众的话 必须要戴口罩 保持社区距离 当然在Riverside 现在已经有首名儿童的新冠病情的确诊案件 这名15岁的儿童已经确诊的话 有确诊 当然在外界看起来 这个新冠病毒主要针对对象的话是老人家 但是的话很多这个医学界人士也知道 目前的话这个儿童的话也是成为容易传染的一个族群了 在另外方面的话 医学界他现在在WHO 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宣布 内库存的药物 Steroid可以这个能够对一些新冠病情严重的患者的话 是有效的 这个死亡率 使用Steroid治疗的话 可以减少三分之一 这是 但不过的话 这个美国的医学专家认为的话 对这个病情不是很严重的 轻微的 或者是初期的话 使用内库存的药的话 还是没有多大效 主要也是针对病情严重的 可以使用Steroid 在这个时候的话 CDC昨天也宣布 要求各州的卫生部门做好发放这个疫苗的准备 CDC的话提出这个通知 他说我们准备要11月1号之前有可能疫苗会出来 希望各地政府包括州的卫生部门做好发放这个疫苗注射疫苗这个准备工作 所以11月3号是选业 会不会这个CDC跟FDA的话敢在选举之前 推出这个疫苗来给选举这个做一个强身针 现在大家还是比较这个比较这个避包着观望的态度 华尔街日报还有这个华盛顿邮报 他也同样的发表了评论的文章 他指称的话就是说在当年卡特还有福特总统对这种疫情的时候 他们太草率的这个发放的疫苗造成了很多人这个疫苗带来很多的副作用 所以他警告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川普总统为了选情 草率的批准了疫苗有可能的话引发更多不必要的副效果 而可能导致更多的民众不单止这个没有这个防疫 这意思有可能的话起疫情的话传染更加严重 不过来说随着这个现在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现在已经有三种药进于第三阶段的三万人的这个这个检测了 其中英国药厂的话他已经开始了 以后当然现在比较担心一点的话 会不会这个三万人的这最后的测试 这个提早结束以后开始马上发放疫苗 所以现在这也是这个外界比较担心的就是太草率了 当然这选情这方面的话 川普总统这个他也这个光光从威斯康斯州离开 以后现在今天 Joe Biden的话也到Kennoshia这个暴动示威城市 因为Jacobs Blake这个案子引发的骚动 这个暴动以后他也到这个威斯康斯州去了 威斯康斯州是一个摇摆州很重要的 所以在昨天川普总统在North Carolina州助选的时候 这样背之机前他就跟媒体说跟这个Kennoshia的机器者说 如果你他们现在州已经开始发放这些提早给了这个选票 你要提早去投票 并且的话你可以一边记得投票之后 你自己在选举日当天的话再去投票 所以当年的话被别人解读的话鼓励别人两次投票 在Kennoshia州是属于违法的 因为你只能是投一次票 但是在今天早上川普总统马上解说 就是说你需要一个去选举之前投过票 通讯投票 你要在选举日当天要确定一下子 你的选票已经收到了 没有收到的话 你可以再去投票 这并不是说叫别人去两度投票 他现在是这个拼命的解释 不论说在国会里边的话 因为除了总统选举之外 现在还有参众两院的很多众议员跟参议员都面临选举连任 我们也知道现在之所以川普总统的话经常会被批评 就是众议员是Nancy Pelosi所主控的 所以在通俄门案子的调查 在这个乌克兰丑闻案件的调查 这些的话都是属于众议员提出来的 在最近的话就是众议员提出了这个英雄法案 要求联邦政府在纾困计划里边提供3.5兆美元的这个纾困计划 也是民主党所控制的众议员所提出来的 所以在这场选举里边的话 川普总统不单止要担心的话是他自己的位置 还要担心的话参众两院能不能收复 因为参议员现在是共和党的做多数派 这个众议员还是民主党的 所以这场选举里边除了总统选举之外 众议员还有参议员也非常重要 如果是川普总统拿下了白宫 并且的话参众两院变成共和党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反和这个通俄门的案件反调查 就可能会有这种重新起来 因为在当年的话 川普总统的话就是因为通俄门这个案子 现在卡在众议员里边 他们现在的话指控民主党控制的边处理由来调查他 他们现在有可能在如果是参众两院都市共和党的话 对民主党来说他这个可能是致命性的失败 因为川普总统会发动这个反通俄门的反调查 意向调查 所以可以看得出的话 现在正入了白日阶段 选举的白日阶段的话 川普总统现在也是拼命的到这些摇摆州 包括North Carolina州 Pansylvania州 Wisconsin州 Michigan州这些州里边在忙着选举 当然白登也没有落后 他现在的话也是到了这个Wisconsin州 想办法争取更多的票数 当然现在的话争议最大的 就是Pelosi在礼拜被拍到这个去做法郎去理发 在礼拜一的时候旧金山还没有开放法郎 他当时的话法郎的E Salon的老板帮他约了时间 以后他被拍到自己没有戴口罩去洗头发 以后在室内里边坐 当时保守派的Fox News 他批评的话 他首先他叫别人戴口罩 他自己不戴口罩 第二个以后的话旧金山里边还不允许法郎开业 以后他自己的话偷偷的跑到法郎里面去了 当然Nancy Pelosi的话 他马上评级 他说这个是共和党的setup 是一个圈套 他自己是中计了 为什么的话 他说这个法郎老板的话 Closia Closia的话 他用了很多年 但是的话他老是complain的话 他就说他现在开业不了了 并且的话他很喜欢川普总统 所以的话他故意设计他到了法郎里边去 并且将录像主动的提供给Fox News 而帮他做头发的这个理发师是个男生 以后他也请了律师 以后迎合Polosi的这种做法 他说这个电动的话是支持川普的 但是的话帮他做头发这个男生的话是支持Polosi Polosi的话他就是说这个理发师就是说 其实这是老板不对 然后他注意设计 让他来并且将这个录像带透露给这个共和党 所以的话这战争变成的话 就是说民主党的党边 Nancy Pelosi中了共和党的计 当然的话现在基本上的话 旧金山跟罗汉基一样 在昨天开始的就说 那好我们现在开放这个室内的这个理发店可以开业 所以理论上的说 这个基本上的话 Nancy Pelosi不知道旧金山的 有这方面的规定是内部能够理发 现在旧金山已经改过来了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在记者会上面 他也是解说 他说我去洗头发不可能的话 谁会戴着口罩来洗头呢 所以在洗头的时候我才拿下口罩 其他时间的话我都有戴口罩 所以这个解说 不过来说这个因为选举到了 什么事情都可能会爆发出来 所以他现在这个观光开始 他离选举的话还剩下两个月 所以他在将来两个月之内的话 任何一些事情都可能会被媒体放大来来报导 在另外一个层面里边的话 今天在这个纽约州有一个叫Rochester的城市 以后警察再公布了一个录像带 这个的话马上昨天的话已经是引起很多民众的不满 在昨天他律师宣布要求公布 后来的话 他的律师团队看完之后发动了民众开始有行示威 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录像带的话 有这个死者叫Daniel Pruitt Daniel Pruitt的话他住在芝加哥 他有精神病 他到纽约州里面去探访他家人 当时的话来了家人之后就失踪了 所以他家人他哥哥的话向Rochester的警察去报案 他说我的弟弟来纽约 但是有精神病 他犯病了 以后他失踪 没想到叫3月23号的时候那时候疫情光光开始 以后警察这个收到报案 有一名这个光了心子的黑人在路上 以后这几个警察就开始在到现场里面去 当然这个他因为他是个疯子 具有精神病的 他讲了很多话 以后很多警察的话 当时好像他讲过他有这个coronavirus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其中一个警察拿起一个塑料袋 以后将这个塑料袋套住这个黑人的脸的头上 当然这个黑人的话拼命的挣扎 以后他并且了想办法要将袋子拿下来 没想到的几个警察将他上了手铐 这上了手铐的话拿不住 以后但是的话他不断的挣扎 其中有一名警察压住他的被子 压住他的腰部 以后他那时候已经喘气喘不过来了 开始呕吐 以后在场的警察发现不对 以后但是的话因为这个后来送了医院 住院的话七天之后以后的话去过世了 过世之后医生在他的死亡 这个报告上面的话 注明的话是死因是因为被压住了 这个腹肌系统而导致吸射 而是没有办法喘过气来 以这个原因而死亡的 当然这个案件里面的话 跟其他案子不太一样的地方的话 就是说这个黑人Daniel Poole的话 是被套住蒙住头的 因为在非洲裔的文化里面 他们最憎恨的一个就是Lynchin 就是吊死 吊死的时候 往往是这个白人对一些逃跑的奴隶 他们抓到之后蒙起头来 以后将他们吊起来吊死 这种叫Lynchin Lynchin里面的话往往使用的方法 就是先将头蒙起来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录像带 警察垂身带的录像带已经扑光了 发现他头的话是蒙起来的 这种情形之下 这个非洲裔的民权团体 马上就是开始行动 所以这个案件的话很快会变成另外一种这个非洲裔被警察 施暴打死的就像这个我们讲的弗洛伊德案件 Jaco Brick的案件 这些案件的话也会慢慢的话被引变成为另外一种民权的案件 就是因为警察使用塑料袋 以后将Daniel Blue的话用脸蒙起来了 移民局现在正在收集更多的 有新的规定 这上面的规定里面的话对非移民 非美国公民来说是影响很大 所以美国的移民服务局就是帮忙 这个申请绿卡 申请公民的这些部门里面的话 他现在计划在收集所有在美国居住的非美国公民 他在申请绿卡跟申请公民的时候的话要提供生物特征 生物特征这些纸 在我们现在的话申请绿卡申请公民的话都要做指纹 指纹的话现在还不够 所以现在开始里面的话移民局在绿卡申请的话 他现在已经公布了很有可能的话在几个月之内开始生效 这个部分的话包括眼睛瞳孔 这个红墨这个部分还有的话脸部的扫描 所以第二步的话你要到里面去 就像的话我们使用iPhone里面的话 要scan你的face一样用脸部辨认 还有一个的话声纹要你说这些话将你的录下来 再保留起来 这三个的话都是新的生物特征除了指纹之外 还有一项里面的话 这个CBCCBP就是海外人士入境 在美国的时候他们拦下来这些非法移民 以后他们也要做这三类的特征 资料的收集 眼睛的红墨 这个脸部扫描 还有声文声音的这个记录要存下来 还有一项的话是以前移民团体拼命反对的 就是DNA Evidence 在以前的时候移民局曾经提案说 好你帮你的兄弟姐妹申请移民 或者是你帮你在中国的子女申请 你要申请人要提供DNA 国内的亲友也要提供DNA 你说是父子那好 DNA可以证实是不是父子 你是兄弟姐妹 DNA可以证实你是兄弟姐妹 还是不是兄弟姐妹 所以现在的话 他要求美国的申请亲属移民的 这些民众的话 也要提供这些DNA证据 对很多这个这项的话 以前曾经有提案 但是的话造成很多移民团体的反对 很多地方在国内提取DNA的话 很困难 以后检验的话需要时间 以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个他当然移民局的立场的话 就是说你是亲属 我只要用DNA证实一下子 你提供的东西是不是亲属的 是不是真的是父子关系 或者兄弟姐妹的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已经在联邦公告上面的话 提出来了 下面这部分里面的话就要看看 这个要几个月之后 有可能会正式生效 陆设设在今天的话也透露了 这个Tita 我们讲的海外抖音 这个部分的话 以买家这部分 我们知道的话在上个礼拜 北京中国政府已经宣布 你抖音要出售中国企业的话 这些技术 你必须要经过中国政府的同意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他说你抖音的话 最关键的话就是Alturism 就是他的数学的计算方法 计算程式里面的话 为什么的话 你看了喜欢看这种 以后你多看了几次 他已经知道你喜欢这一类 搞笑的 还是唱歌的 还是跳舞的 他马上会推算 推一些同一类的东西给你 所以这个演算程式非常重要 所以北京他说 你要出售中国企业的话 所拥有的这些智慧财产 你必须要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 所以的话 这个部分里面估计要30天 所以以这个理由里面的话 本来TikTok跟微软 加估文这几家正在谈 但是的话没想到的话 中国政府有新的规定下来之后 现在出现的话 有新的方法 所以目前的话 在9月20号之前 能不能达成交易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不过的说 现在TikTok的话 已经采取的法律行动 告了到联邦政府 联邦法院里面去告了川普总统 他说你影响到我们的生意 以后以这个理由的话 就是这个政策的话 是所谓的Taking 第四搜证案 政府要剥夺民众的权利 必须有Due Process 要经过正常的合法的程序 所以现在的话 这个TikTok根据路透社的提案的话 现在正在以这个buyer买家的话 用四种交易方式来谈判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第一个方案是TikTok的话 将美国的生意卖给了 以后但是关键的原体的话 这个不给你不卖 以后我将你的这个Database的话 给你美国 但是我的计算方法 我不卖给你 第二个的话是向北京政府 将中国的申请允许的话 他出售TikTok的演算程式 所以的话要经过北京政府的同意 以后我卖给你 第三个的话是用所谓的 就像我们美国经常用的这个授权 我用授权的方法 端权反例我拥有 但是的话 你可以使用我的原先程式 你每一年交给我多少钱 所谓使用的这种方法 原先程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第三个方案 第四个方案的话 就是说要求向美国的监管TikTok交易的国安小组 来争取缓冲起 希望的话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谈判 所以这个四个方案的话 现在TikTok正在跟美国的相加进行协调 当然罗汉基时报里边的话 还有Boomboard News 今天也报道了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说关系的我们很多观众的 所使用的这个微信 微信的话 现在这个已经有很多微信的使用者 跟相加提出了诉讼 在旧金山9月17号 在旧金山的联邦地区法院 会有一个听证会 不过来说 这个听证会未必有具体的决定 为什么的话 项目部对总统的行政命令 还没有推出具体的措施 不过来说 现在Boomboard News 还有这个根据这个项目部 不愿意透露名字的这些官员的话 他已经表示这个方案已经是有了 他可能会分出两个 一个的话是在美国使用的 这个这个微信的这方面的使用 使用者跟公司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在中国使用了 这部分的微信 可能有不同样的措施 不过来说最关键一点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微信 他的母公司腾讯 并没有像TikTok一样 采取法律的行动 因为他最关键的话 微信是不赚钱的 他们真正赚钱的 是在游戏 在美国的游戏界里边的话 很多大型的前三大的 这个游戏公司 一个是腾讯自己直接拥有 另外两家的话 也腾讯有很大的股份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对他来说微信 是大家使用的 提供方便 以后并不是这个赚钱的 他没有这个力气 没有这个不需要来 他关掉对他来说相言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他最大的影响 就腾讯旗下的 这些电子游戏 还有这些 所以他现在的话 腾讯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行动 现在就要看9月20号 现在法律界比较担心一点的话 就是说9月20号 有可能会透过联邦公报 Federal Register 在联邦的政府机构里边 他基本上的话 要采取在行政部门 就是总统所谓的内阁方面的部门 从不管是移民局 或者是任何这些司法部 要进行颁布新的措施 他会先透过联邦公报 来看出来 收治民意之后 大概在三个月之后 他再说 我在三个月已经收持了政反的方面 我的政策已经做了调整 以后这个政策在什么时候 就正式开始生效 所以现在基本上 但是也有一些法规里边的话 就是说 我已经定下来了 马上生效 以后的话 这种的话 现在不知道 事务部对微信这方面采取的 9月20号 在联邦公报里边的话 他的内容是马上生效 或者是有三个月的收治民意的 这个期间才生效 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观望的 当然9月27号 微信的听证会这部分 它是针对总统在8月6号 所颁布的这个行政命令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联邦的法官是个自由派的 所以他有可能的话 就是说总统这个部分不能够生效 但是司法部肯定会达到底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可能法官在这个 在进行之中的话 就是说 不管是总统的行政命令 就算9月20号马上生效的话 法官同样可以阻止 因为你这个商务部这种做法的话 是从总统的行政命令上面的话 所引发的权力 所以的话这个情况之下 法官同样可以在上诉期间的话 这个阻止 这个美国政府 这个禁止使用 微信这种做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的话 9月17号联邦法官会做哪些裁决的 最后来我们想介绍这个继续介绍一些加州 11月3号所产生的提案 上个昨天已经介绍到19号 我们今天继续谈20号跟21号的提案 20号提案的话 就是主要也是就改变 在过去10年中加州议会 还有加州政府在侵判犯罪这方面的两个提案 一个是47号提案 一个是57号提案 他要恢复这个之前比较延传犯罪行为的 这种这样的一个法案 其实这条法案里面呢 就是分成四大类 第一的话 就是说以前在47号提案 是将一些这个以前的法规 在47号之前 如果是偷窃超过400块钱 这属于重罪 后来的将决标准提高的950块钱 才是重罪 对一些轻罪行为里面的话 这部分的话 是从商店偷窃这部分 减的很少 但是这项提案 20号提案的话 是将这个两类案子 一类的话是连贯性偷犯 你已经偷过一次 第二次里面的话 不管数啊 就多少 都可以当成重罪来 第二类的一边的话 是偷窃支团 有很多到 这个因为偷窃 这个犯罪的话判得很轻 所以的话 有些犯罪支团的话 叫一些女性啊 还有的话 就到商店里面去 偷东西 偷出来之后 他们在卖 在往上卖 所以这种偷盗 其实团里面的话 在南加州有很多 所以他将这一类的话 变成一项重罪 以后的话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有很多 就是以前 在加州 这个判罚 这个三年以上的 这个 在57号提案的话 三年 以前是一年以上 要到州监狱 后来的话 57号提案的话 就是三年以上 才到州的监狱 州的监狱下来之后 他假设出来的话 他会放到 county里面去 县里面去 所以一单只在county里面 他再犯罪 最多是判一年 他要求 将这一类的话 在county probation期间 再次犯罪 这些人的话 应该是按照 三年以上的 这个州的 缓刑来判罚 那部分的话 就是判罚 这非常重的 这种的话 叫pro-road violation 跟probation violation probation violation 里面的话 是最多一年 pro-road violation的话 就是按照以前 好像你最高 可以判罚八年的 以后 没想到 你现在的话 就是如果你再犯的话 尽管你在county里面 来supervise 来进行服刑的话 那将来的话 他如果违法 再违法了 他还是要回到州里面 变成州的假释 这样子的话 他的风险更大了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要求所有这些 警察 这个监狱 要放人的时候 要有一个 所谓的pro-road hearing 要让他假释出来 或者是从州的监狱 降到county监狱里面的话 他会有一个听证会 他要求的话 受害人 有机会里面的话 参与这个听证会 他可以要求重罚 所以这个的话 是属于 还有一个的话 将来这项提案通过的话 他要求所有这些名 这些被警察逮捕的 项链偷盗 还有很多这些 伪造支票 这些罪名里面的话 牵涉了道德败坏罪的话 要求提供DNA 做一个DNA的资料库 现在的话是一个是重罪逮捕 警察的话 有权利提取DNA 但是轻罪 像相链偷盗啊 这类罪的话 警察是不能够提取DNA的 但是如果这项法案通过的话 20号提案的话 要求的话 警察逮捕 大部分的案子的话 都会提取DNA 所以这个项的话 就是说 当然这个部分 很多人支持人 觉得的话 就是说过去自然那么坏 就是因为47号提案 57号提案 太松了 要导致这种犯罪太严重了 当然反对者的理由的话 就是说 因为之所以有47号提案 57号提案 是因为这个我们家 就在过去20年来 严打犯罪 造成里边的话 这个很多人以后犯了罪 到监狱里边去 监狱里边的话 他因为他人满违犯 并且的话 60%的人 出来之后 再度犯罪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是警察工会 监狱管理人员工会 推动的 要求多官人 这样子的话 客员的话就有保障 所以为什么话 我们很多城市 一半以上的预算 都用在警察跟监狱 以后监狱的管理 州的监狱 退休人士 你听到以后吓一跳 退休以后 以后你当初领多少钱 你退休以后 永久领下去 按照你退休前的半年的薪水 领一辈子 所以还有很多监狱里面 工作了三十多年 以后有十几万 十五万的 你会基本上退休之后 就是一直领 这个比任何一个行业 都是 一般的话 就是说你退休之后 零百分之八十 以后慢慢的减少 但是的话 在监狱座 这个看监的人员 就可以有那么高 因为他们工会 力量太大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里面的话 比如局个是 二十号通过 反对人士局的话 那我们又回到十年以前 监狱人满为范 我们纳税人的话 要承担太多的开支的 所以这个是二十号提案 二十一号提案 是影响到我们租房东跟房客 在去年的时候 加州议会通过了整个加州的控租法案 就是说我们的房东 每年涨租不能够超过百分之五 以后再加上通货膨胀率 大概百分之七点五 最多不能超过这个 控制你调租控制了 以后 但是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他现在这个提案是要推翻 取代了加州议会所通过的 他说我们这个州里面的话 不能够立州法 控租的行为 应该交还给地方政府 市政府 县政府 让他们来做决定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对很多 尤其是房屋积警的地方来说 他有可能涨付 像罗安基地方 如果是取消州的管理的话 那将来在counted的话 他就不受到百分之五的上限 有可能百分之十五 有可能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让地方政府来决定 以后的话 当然对一些小的地方的话 他可以不控租 因为地方政府来决定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也会对很多做房东来说 尤其是在物价比较高的地方 有可能21号通过之后 他控租的规定可能会更高 以后更严格 但是对某一些地方来说 出租率不高的地方 以后的话 他可能将租金的控制的话 可能不控制 或者是控制的话 就更低一些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就要看你居住的地方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红说新闻 我们明天再继续解读 最新的一些新闻事件 还有法规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